近一段時間以來 香港持續的暴力示威活動 令香港經濟受損 國際形象和聲譽也受到影響 對此 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 日前在接受中西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正本清源 香港社會也正急具非常大的改變動能 他對香港的國際間的獨特地位很有信心 此次香港的社會紛爭已持續三個多月 目前政府及警隊正採取一些更果斷的措施 警方前後拘捕一千多名非法示威者 梁振英表示 當前這次的紛爭已呈現反覆向下的一個趨勢 香港警隊的表現非常好 特區政府及市民也要給予更多的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此前持續表示出對話的誠意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期將與部分主要官員 深入社區開展一系列的與市民對話 梁振英表示對話非常必要 但對話應是一種雙向的交流 建議特區政府在多聽社會各方面意見的同時 有必要藉此機會把特區政府的立場闡述清楚 對話是交流是雙方的 雙向的 意思是說特區政府應該多聽社會上各個地區 各個階層 各個年齡層 市民的意見 但同時也應該把特區政府的立場拿出來說清楚 有些基本立場 基本態度 我們不接受暴力行為 我們不接受非法行為 沒有違反的聲明 這回事 基本法對普選的規律是什麽 也要說清楚 不能愿如這些謠傳 誤導在社會繼續蔓延 政委居然也包括現在特首已經宣布了 正式撤回這個逃犯修訂條例 因為我們都要向社會交代 向歷史交代 連日來暴力分子的眾多非法行為令社會憤慨 今年8月 梁振英在個人社交網站懸紅機胸 其中對扔國企和烏圖國會的暴徒 懸紅賞金高達100萬元港幣 同時 他還和其他人成立了一個基金 梁振英介紹 這一舉措效果不錯 自己雖然沒有積極募款 但社會各界反響踴躍 香港很多市民紛紛撥打電話舉報線索 提供信息 梁振英透露 很快會開展第二波行動 很快的 我們會有第二波的行動 第一波我們就有33個個案 這些一些 比如把國旗泡到海裡面 或者是襲擊警署 這些是一些具體的犯罪的個案 我們很快就 也 懸紅徵求 並不是具體個案的 關於具體個案的信息 而是整個運動 比如說 資金 還有物資 流向 流通領域 因為在社會上有這麼一個說法 有些年輕人收了不少的超級市場購物券 我把它通 到底這些錢的源頭是什麼 它的流向 它的流域 怎麼樣 這個一般的消息我們也希望知道 這些呢 希望能夠讓我們 讓特區政府 把這些信息呢 把它出拼起來 得到一個比較完整 比較清晰的一個真相 梁振英認為 當前事件對香港社會 未來發展將有深遠影響 香港社會正急劇非常大的改變動能 把這個能量引導好了 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利 梁振英說 住房問題被視為 當前香港的核心經濟民生議題 香港是一個住房極為緊張的城市 但城市土地開發強度僅百分之二十幾 他強調 應引導當前的社會能量 轉化為解決房屋供應 土地供應的動力 我很希望能夠把過去商業發生的種種壞事 變成好事 現在在社會裡面集聚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這個能量呢 要是我們能夠引導好 疏導好 往好的方面發展 這個對香港社會長遠來說是很有利的 比如說這個住房問題其中原因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能量把它轉化成為 去解決房屋供應 土地供應 核心問題的一個動力 儘管當前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但梁振英依然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抱有信心 他表示 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乃至國家的發展大局當中 香港依然可以發揮起 國際化的獨特重要作用 梁振英說 面對眼前的局面 更需要調動各方面積極的力量 需要更多正面利好的消息來實現破局 過去三個月發生了一些事情 香港很需要有好的消息 有些正面的積極消息 譬如說修了這條越港澳大橋 港澳大橋 為什麼我們不開放 讓香港的單排車 使用大橋到廣東去 因為我們有一個年輕人 我跟一個同學 我跟一個女朋友 我開車到祝華去走走 或者到中山去走走 住夜晚上又回來 多好啊 我們需要有新的積極的 能夠激發人心的一些動作 更多精彩 近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